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Dosi 那今天的视频是有点不一样的 是想跟大家分享我的旅行的这个化妆 不是化妆吗 是洗漱包 那其实只有我这次出差是来Boston 然后是只有两晚三天的样子 所以我带东西其实不是很多 然后我用的是这个Victoria Secrets的这个洗漱包装的 它这个我特别喜欢 首先它有把手嘛 就很好拎 然后其次呢 这样打不开 然后它 哎呀 这样打开之后它里面是这种防水的材质的 然后它有两个隔层 这两边可以放非常多的东西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袋子 然后它这边还有个挂钩 就是你这样的话可是可以把 就你这样的话是可以把它就是挂起来这样 但是我一般就是不会把它挂起来 然后我就是在里面放了一些洗漱用品之类的 嗯没有在这里面放着的我先说一下这个就是那个电动牙刷这个 菲利普的这个嗯就是我是来之前已经给它充好电了 所以就不用担心它没电 因为三天它是可以撑住的 然后这边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Summer Eve的这个女性湿巾 打开是这样 里面是抽取式的 这个就是因为我这次来旅游我没有带那个四处沐浴液 所以我就用这个湿巾来清理 嗯然后这个是个卸妆湿纸巾 我平常旅游出门就是很少带卸妆的东西 就是我一般都用卸妆巾因为它很方便嘛 然后这个其实是我新买的它没怎么用过 它是旁式的 我当时昨天在超市里面看见满意正一我就买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不是特别的好用 给大家拿出一片来看看 因为它的布就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就是它上面有那个洞 反正这个擦脸上就是不是很舒服 因为它这个怎么说呢 感觉特别摩擦脸式的这种纸巾 反正我不是特别喜欢 但是满意正一我就买了 反正试试看嘛 两片 这个细胞力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强 我一般都用两片才能觉得卸得干净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洗发护发的这么一个套组 这个是这个牌子湿滑扣的 然后它是我当时在万宁买东西送的 所以就这次就带着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这里面装了些什么东西 从这边开始看好了 我这边就是有护护品的 还有洗树用的东西 首先是这一个牙样的喷雾 就是小质状的50毫升的 我不能没有喷雾 就是我觉得喷雾是一样不能缺少的东西 洗完脸擦干之后脸很干嘛 就一定要喷喷雾 然后去刷牙那样 就每天都是这样 我就很习惯了我不能没有它 它这个就是喷头很细的那种 然后它是防敏感型的嘛 所以它是特别的温和 然后这边有一套是我现在用的 这个自章堂新透白新版的这个水乳 这个是个套装 这两个水乳 还有 这边的一个洗面奶 这个洗面奶 自章堂新透白的 还有这边的一个 眼睛滑 这四个东西是一个套组里面来的 然后它的价钱是42美金 还挺合算的 所以我就买了 它这个是改版的嘛 然后改新版之后呢 它的这个水变得特别的粘稠 有点像精华叶射那种水了 所以我不是特别的喜欢 不会买正装了 然后乳液还挺好用的 这个洗面奶是一直以来我都特别喜欢用的 挺好用的 眼睛滑也还可以吧 但是这个水我不是很喜欢 还有就是 然后这边有个这个除毛刀 它的盖子并不是特别好用的 已经被我摔了 我这个还是特别版的呢 是那个Peach Perfect 特别版上面都有音符嘛 紫色的还挺好看 这就是旅游带着特别的方便嘛 因为它这个头这么已经有香皂了 我用的好脏 然后这边还忘了说了 我带了两片面膜 是这个It's Skin的面膜 上次空瓶剂里面说过了 我觉得特别好用 最近就致力把它用完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牙膏 好吧 一个小样精华蓝蔻的 这个隐形眼镜的 然后隐形眼镜的 护理液也带的是这种小支的 这个就是那个博士伦的嘛 我就觉得特别好用 然后是这个 Glame Gold的这个泥膜白色的 这个泥膜是我用过最好用的那种清洁面膜 我特别的喜欢 然后它里面其实我已经快用完了 可能还一两次就用完了吧 它里面就是那种 比那个黑罐的那个吸很多 所以我觉得比那个温和很多 我特别的喜欢这个 然后我觉得它去毛 清洁毛孔啊什么的 去痘的效果都特别的好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样 是那个直线秀的卸妆油 这个是粉色的 我还挺喜欢他们家粉色的卸妆油的 我觉得乳化的比较快 下次我回购正装我会买 我会买那个粉色的 这个是一个LUNA的这个 晚间用的那个油 这个特别好用 这个以后我想买正装 我觉得超级的 修复功能超级的强 这边有一个身体乳 是Jo Malone的 这个的味道是 我放近点看 味道就是这个 Line Basil的这个 这个味道我不是特别的喜欢 它是送的嘛 所以我就这次带来吧 用完 然后这边有一个豆豆药 这个是Maria Badescu的一个 Drying Lotion 不是粉色那个 不对 它叫Refining Lotion 就不是粉色的那个 里面是白色的 里面是摇匀 然后就是点在豆豆上的 就是以免我突然起来 一两个那种大豆 出差的时候很尴尬 然后我就带豆豆药 然后这个是个小的Deodorant 就是液价的止汗剂 然后这边是一个防晒霜 Neutrogena的 路德青的 它是那种出来液质地的嘛 快用完了 我就想把它带着赶紧用完 然后这边有一个 雪花秀的润道精华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我有时候觉得它挺好用的 有时候觉得它没有什么效果 所以我估计用完之后 我也不会再回购了 因为我是一个混合皮嘛 并不是特别的缺 这种保湿的成分 然后它在我肌肤上面 也没有什么维稳的效果 所以我不是特别的喜欢吧 然后这边是 这个有一个CPB的水膜精华 这个我就是拿来当二次清洁用的 其实我已经快用完了 它是那种水 它是那种会分层的 然后你用钱要摇一摇 我现在是已经 我现在是它已经经过一路颠簸 所以它已经是混合好的了 它瓶子很好看嘛 但它有点太贵了 我觉得性价比没有那么的高 它的价格应该是70美金以上吧 很贵我觉得 然后还特别的小瓶 有人说它是去壁口的效果很好 但是它在我的脸上 是没有去壁口的效果的 而且我 就是我刚开始用它的时候 就是我长壁口的时候 结果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我挺失望的 拿来就是做二次清洁的话 使用感觉是挺好的 因为它是有酒精的成分嘛 用完之后脸上 觉得特别的清爽很干净 但是这么贵的一个水 我拿来当二次清洁 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 所以我应该也是不会回购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Kales的 就是切尔氏的一个身体乳酷 然后这个是一个 不知道什么牌子的 中国的随便药店买 路边买的那个指氧的一个凝胶 炉灰胶 它是绿色 这种绿色的胶状的 因为我下面的时候很爱被蚊子咬 然后我就 然后后来就学乖了 带这种质养的这种芦荟胶 就是出门随便就是抹一抹 然后是这个 我用了很多年都还没用完 快用完了的这个 Joy Shampoo 这个powder 特别的难用 而且这个小织妆的 你这样这要倒出来用 我觉得简直太难用了 然后这个是一个护手霜 我最近才买的是特价买的 9块5 在anthropology 就人类学的那家衣服店买的 那个味道是Japanese tea 还挺好闻的 但是它有一点过于滋润了 有点吸不进手的感觉 然后这个是洗眼液的那个盖子 洗眼液是我最近开箱室里面跟大家说过的这个洗眼液 就是它一盒有六支嘛 然后我今天就带了这一小支出来 三天没问题 然后这个是一个大创的这么一个挤压的这个瓶 分装瓶 我里面灌的是 我里面灌的是那个洗发液 就是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灌的 但是一直都在这里面 我就没拿出去 这边是个Glam Glow的这个黑色泥膜的小样 然后这个是兰蔻的 这个是兰蔻的眼唇卸妆液 它就是水油分离的嘛 特别的好用 这个也是我以前在Sephora换的 一百积分换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牌子 好像国内也有的沐浴露 它是特别香的那种 这是一个小样 我就带着 刚才还忘了说了 这一个带科的一个保湿精华 也是小样 我就想把它用完 然后就没了 就是这个洗漱包的东西 然后这边这个小袋子里面呢 我放的就是化妆棉 这些是Lily Bear的化妆棉 然后里面还有这种 花尔棒黑色的这种单独包装的 大创买的 然后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棉棒 就是这种 我是就是化妆的时候清理用的 OK那以上就是全部的内容呢 其实这个包特别能装 你看我装了这么多东西对吧 就挺能装的 而且我觉得它的质量还挺好的 也挺便宜的 就这样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